早晨 大家好 歡迎來到高sir正能量時間 小市民 衡量心 做實事 講真相 今天是7月7日 我們要記住7月7日就是盧溝橋事件 我們在講一定要銘記這一日 另外今天將會和大家分享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說龍門兵室推出黃色經濟圈 轉頭是廚師被襲擊 第二件事是高sir想分享《國安法》第43條內容曝光 高sir今天將會和大家講解多些 第三件事是想約略說大妖搞初選 在開始之前希望大家留言訂閱分享 和讚好高sir的頻道 還有按鈴鐺 等高sir上片的時候大家都可以看到 高sir在開始之前想分享一下 昨天在網上風傳南北和拉薩的宿敵合作 一群舊生下廣告呼籲社會團結 當然高sir有個字很觸碰 就是本事同更生 這也是高sir發起清潔行動最大的本意 我們不論任何政治意見都好 我們記住都是本事同更生 我們都是中國人 我們是一家人 犯不著 大家好像拼命對著幹 不好意思 今天遲了上片 因為錄片的時候真的是7月7日 高sir實在太累了 又擺街站 又要去處理一些公司的事項 十分虛耗 希望各位觀眾見諒 高sir也有些感觸 我經常說就來到立法會選舉 昨天在黃昏的時候拍了一張照片 有些感觸 我經常說團結 一到政治問題的時候 大家可能會倒拔 或者是因為利益而去傷了一些感情 尤其是在政圈 即是局局生 即是局局生 即即是之前說到怎樣 清興到底轉過頭 突然間說出賣你就出賣你 有些感觸 不是說什麼特別的事情 高sir也是一樣 看大局 希望保住建設35家 即一些個人榮辱和個人感受的事情 都會放下 沒有問題的 不過昨天有些感觸 有些網友問起 在微信朋友圈 好嗎 入政題了 首先就是想分享一下龍門兵室 龍門兵室就是說 當時國安法未立的時候 龍門兵室第一個出來表態 就說要推出黃色經濟圈 但是 我是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當你做了這個動作的時間 就像高sir昨天分享 政策人二五仔的時間 你去核爆割席 核爆退出的時候 當然會惹來很多人惹不滿 當時如果我講龍門兵室 你去用政治掛稅 去吸引了很多黃人 吸引了很多人去光顧你 轉頭你核爆割席的時候 我們聲稱手足暴徒 當然不妥理 他在一年幾天 宣布推出黃色經濟圈 事隔七天 尖沙咀分店的廚師 在昨天早上被三明大漢以硬物襲擊 事後三明二空當然是離開了 當然整個CCTV的過程都錄了 不足十秒 另外當然有很多手足先後 圍插龍門兵室 當然龍門兵室的負責人 有很多人說得很厲害 就說你要搞就搞我 就不要搞我的人 但是高sir也是說一句 你退出就是 你之前用一個政治掛稅的時候 事後你再這麼高調去講的時候 你正常不論你什麼政見 其實大家都是反感的 希望大家從商的朋友奉勸 都聽高sir說一句 不要用政治掛稅而去從商 其實我們吃東西沒有分政治 學習沒有分政治 任何東西應該都沒有分政治 不應該用政治掛稅 這個是引以為監 第二件事高sir想分享初選 帶擾那個初選 民主派的初選就會在星期六日舉行 首先姑且物論高sir先評這兩天 為什麼初選要分兩天呢 是不是怪 大家留意過往的選舉 所以這兩天就容易出現了很多作弊情況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就是投票方式不一 它又可以用手機頭 又可以畫飛頭 那你便變成了整個情況 那你不就畫一全部電子選票 就電子選票 要不就是你沒有理由電子選票 又手寫 這個又是怪的 第三就是 攜帶住資證明的正本 或者過去投票通知正本 或者選舉事務處 或者選舉事務處 就是一個登記選民的 就是我們叫網站的截圖記錄 那你正常也是怪的 這件事 要不就帶 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選管會 過往投票紀錄的副本就可以了 因為如果你不是選民的話 你基本上去投初選也都沒有意思 第三就是 最大的問題就是 如果輸了 那些人再出來參選 你又怎樣處置呢 根本處置不了 第四就是高Sir這樣說 就是戴妖就說 現在那個眾籌 籌了百多萬億 一百二十五萬 距離三百五十五萬呢 三百五十萬 還有一大段的距離 其他那些呢 就是需要一些手足 就是他們參選人自己去給 那問題來了 怎樣給呢 跟著這個初選 也都會落選的經費 那他初選過了 那他如何會要面對 選舉經費裡面的限制呢 這個根本 由頭至今都是這樣說 搞初選只是一場空 只是一個呢 帶擾去原先想到很完美的一個 我們叫配票遊戲 但是 和宣傳遊戲 但是 去到最後 就是我們這樣說 政治法 背後涉及很大利益的 就是無論你初選啊 什麼都好 輸了他們全部都會出來 根本反對派就是為了收取利益 收取利益 而去搞抗爭嘛 你想想 這麼龐大的政治利益 怎麼會就反呢 所以說 搞初選 即是不淡笑 到最後 都是一場空 是的 當然 就是我們建設的朋友仔 喂 如果你們想那個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就是向初選抗議的 照去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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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跟著 轉過頭 展示一些照片出來 說我建設力量投票 搗亂 就是那個 取笑大妖 那轉過頭 你想想 整個初選 大妖 卡不卡呢 就是卡不卡呢 有建設力量 那變成一個不準的選舉 搞亂檔也好 玩一下 第三件事 國安法 即是就生效了 一個都說 這個法例非常之強勁 即應退的就退了 不過 即昨天國安委開會 即是我們叫 見到特首 以特首為主席 另外駱惠寧 顧問 即顧問 整班好齊張 去開會 也都有公佈了 國安法第四十三條的細節 高sir就不全部說 但是有一些很值得說 第一 限制那個受調查的人來講 不需要經過法官 這個厲害 另外凍結限制和沒收充公 危害國家的罪行的相關財產 哇 這個肥佬黎的財產大爆 雖然昨天政府的補助業基金 給了三千多萬 但是 我告訴你 走不掉的 一樣凍結 接著 可以移除 危害國家相關的訊息 和要求協助 即是移除訊息 我們見到很多黃議員在議辦 都掛起 高sir膽地說 大家舉報 即是那個抹下 在哪個議員辦事處 跟著呢 當國安委有熱線的時候 我們打去國安委 去舉報投訴 跟著就是 向國外國和台灣的政治組織 及其代理人要求 然後呢 就涉國安法活動提供資料 可以 哇 厲害 大家看電影都看得多了 正常呢 我們叫折取通訊資料的時候 就需要是 需要是 經過法庭的permit 但是這條法例呢 這條法例呢 就不行的 是的 不行的 就是去接近有某個職級以上 即那個職級以上的警察 執法人員 就可以截取這個通訊記錄和秘密監察 和相關的人士 這個就非常之厲害的 還有提供資料和提交物料 可以見到整個43條 其實最大的共通點 都是不需要經過那些黃法官的 而是你 即執法人員 有相關的情報 有相關的證據 就可以去執行這條法例的了 嘩 真是譬如一哥所講 這條真是非常之強勁的法例 難怪不得了 肥佬黎相關的證棍都要嚇到雞飛狗走 不過我們經常說 警察要有效執法 都必須要一些市民去 我們叫做進公民責任 我們去努力舉報 我們去找到一些相關資料的時候 我們主動去提出 去給國安委去執法 好嗎 高sir正能量今天分享到這麼多 轉頭要出去擺街站 還有很多朋友問我 為何有件青年快線的義工衣服 因為一周年了 高sir順順要求做一件紀念T恤 沒有限制義工清潔的時候 要穿衣服 希望都是留有一個紀念價值 今天高sir正能量分享到這麼多 記住登記高sir的聖目選民大行動 還有幫忙分享高sir的影片 還有留言訂閱讚好和分享 因為很多網友都說 收不到高sir的相片或活動的控制 好嗎 拜拜